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 你也别怕 你就算什么都没有了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到了最后这个地步 居然是你在我身边 那些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人 都不知道去哪儿 姐 我们不需要他们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先用网络 我把你的事情给炒出来 然后你再上节目辟谣 如果秦家人就此罢休 让你回家 那就最好 但如果他们还是要继续害你 那我们就把你被家暴的照片 发出来 再找律师打理婚官司 我就不信了 你们是合法夫妻 他能就这么把你扫地出门 现在只能这样吗 行吧 那 我们就先回家吧 好吗 现在还不能回你家 我怕依婷 还有萱 会去你家找你 姐 你那个妹妹 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了呀 她老追着我干吗呀 她不是我妹妹 她是我仇人 仇人 她是 是 是姐姐的仇人 也就是我的仇人 你也别要那样的妹妹了 有我路鹏做你弟弟就行了 我就不信了 天打地打 就没有我姐弟俩的活路了 姐 到了 姐 到了 姐 到了 好 姐 这房子小了点 你先委屈一下啊 等回头我再给你换个大房子 臭家门 快开门 滚 再不给我报警了 快滚 臭家门 你用头 姐 你别喝了 别喝酒了 还给我 不要喝酒 还给我 姐 咱们现在没钱 你要不先把这个戒指给当了吧 你疯了 你疯了不可以 霓裳你听着啊 我向你发誓 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我会包容你 我会爱你 而且不管你犯任何错误 我都会原谅你 林神啊 做人不能太贪婪 否则 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呢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要瞒着呀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是 我是这么说过 但是我说的 是对以前 那个善良的爱丽丝 懂吗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骗全家人 你简直就是个骗子 行了 一切都结束了 你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这个家 是我秦阵宇的 不 我没疯 我很幸福 我没疯 因为我是叶衣山 我是叶衣山 疯狂 小子 小子 回来了 许安 找有事啊 进无聊吧 别 我找到一 我见到一山了 她在笑笑家里 是吗 笑笑在哪儿 你先别着急去找她 她之前在哪儿 可是后来又离开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许安 谢谢你啊 我们家发生的事情 想必你也知道了 我真的是很无奈 我现在搞不清 一山在什么地方 就算找到她 我该怎么面对她 怎么对待她 我还是没有想好 我现在整个人是懵的 我知道 但我相信 你们的矛盾会解决的 等一山回来了 她一定会有话对你说的 许安 你这话里有话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如果是我告诉其名好真相 一山会原谅我 可是不说出来 一山就要继续讲完一天 一山 许安 你闹什么事啊 没事 放心吧 一山会回来的 谢谢你 许安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好了 别再想了 早点休息 我过两天再来看看 来 谢谢 好 好 都在哪儿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明昊 奶奶 明浩 奶奶 你这样装得像没事人似的 你马上就要离婚了 奶奶知道你一定很难过 这时候我不敢说这些 但是奶奶实在是担心你啊 奶奶 抱歉 本来我应该让您看到我非常幸福的样子 但是我 对不起您 真的 该说对不起的是奶奶 我应该包容叶异善的 不 是她的错 不是您的错 明浩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 大家放心 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了 我上去了 奶奶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奶奶 我们回房间吧 我给你按摩去 这个叶衣衫 真不省心哪 可是这叶衣衫 好歹也是咱们家的儿媳妇呀 也不知道她现在人在哪儿 要不我们把她的卡解禁了 这样她在外边好歹有个钱花 在我面前不要提这事啊 什么解禁 解什么禁啊 这把她卡解禁了 她还以为我们原谅她了 不一定还干出什么事来的 对 这是对她一个惩罚 也是我们要她离开秦家的一个表态 以为自己闯了祸 躲起来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小岚 你别妇人之人 这可是关乎名号的终身幸福啊 这医生怎么也是个名人 这身上又没有钱 又不能问别人记 小想挺可怜的啊 可怜什么 是她自己喜欢这么做的 可是奶奶 这要赶衣衫也得名号啊 您这么做 名号会恨您的 是我赶她出去的吗 我只不会让她回娘家反省反省 谁知道她在娘家待不住啊 我这不是怕她露宿街头 回头给人家撞见了 丢我们家的脸吗 小军 你能不能闭嘴吗 妈 你不是很高谈 妈 我一 tapi 神经露 你又没有今天 进来 回来了 姐 你这是晚上回家睡来了 奶奶生病了 我要回来照顾她呀 你每天昏昏噩噩的 都不知道我回来住了吗 我还真不知道 睡不着 想不想喝一杯 天哪 姐 你也开始喝酒了 来 姐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 受伤的人 总得喝点酒啊 我现在才知道 她真正的味道 我看你是有心事 要是有下酒菜 那就太棒了 所以啊 我早就准备好了 天哪 娟姐 姐弟俩在这儿温情喝酒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俩从小是我带大的 这点心思我还不知道 也算是心有灵犀了 正巧 今儿个我也想喝口酒 坐坐坐 来 静静 来 静静我的小公子 小公主 我饿了 虽然 我是个外人 但是啊 我一直把这儿 当作是自己的家 明昊 看着你这么痛苦 我也伤心啊 天哪 原来最能喝酒的人在这里啊 明昊 别多想了 这婚姻啊 你要是想得复杂 它就越来越复杂 想得简单一点 那就轻松多了嘛 娟姐 你不会是奶奶派来 劝明昊离婚的吧 是我自己来的 是我自己来的 不过奶奶也说 最好啊 把明昊劝到离婚为止 明昊 你现在的态度很重要 娟姐 奶奶根本就没有问过 明昊的态度 你们不要再怪奶奶了 你们不知道 这奶奶每天晚上 在房间里面抹眼泪 明昊 你别说奶奶了 就是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也心疼啊 这怎么说呢 这人哪 就过一辈子 要过得幸福啊 当时你和易珊结婚的时候 我和奶奶就决定对她好 可是她呢 她到现在把我们当敌人 处处算计 我们的内心有多难受 对不起 娟姐 对不起 你倒什么气啊 你这傻孩子 娟姐 你别哭了 你看明昊更难过了 没事 我酒喝完了 再去帮我倒一杯 我还没醉呢 你们俩先喝着 我出去一下 做与对 错与对 别说我无所谓 谁能解 这一刻是心碎 爱过的你 消失不见 我只能不停流泪 这个是我在陆鹏家里面找到的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是一个鉴定DNA的专业机构 一山 你还记得吗 陆鹏管叶怡婷叫姐姐 你的意思是 他们很可能有血缘关系 陆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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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都跑了 说什么 保护我一辈子 都是谎话 全都是放屁的话 现在没有人帮我 我也不能再随便相信任何人 我叶怡婷 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东山再起 我不会让这一切 就这样失去你 可是 如果一切都失去了 该怎么办 明昊已经不爱我了 我该怎么办 我不会让你 没钱 我去不想 你 你 我去不想 你 我去不想 你 我去不想 你 去吧 护士 要用廉牙房的韩笑笑去哪儿了 你说谁 韩笑笑 我给你查一下吧 什么电话 我不是说了吗 什么电话都不接 更何况 你连是谁打来的都不知道 可是这个女的说十万火急 生死攸关 她还说一定要找到叶一山经理 一山 一山有消息了吗 赶紧接过来 喂 你好 喂 帮我找一下叶一山 一山 她很早就不在其乐了 你是哪一位 帮我找一下叶一山 现在 这样吧 如果你要找她 你把联系方式留给我 我到时候帮你通知她好不好 不 我要找叶一山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 你到底是谁啊 等一下 咱们 咱们 去找叶一山 找叶一山 要说她 我觉得她的 这么多疑问 真的可以 你好 你认为她 在哪个世界上了 不是 潇潇你说什么呢 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去找你 我们谈谈吧 我不认识你 我是秦明言啊 我是秦总 潇潇 你不要吓我 你现在在哪儿呢 你给我找叶一山 不让我死给你看 不要 我帮你找 让他来 我要找叶一山 我只要找叶一山 好好好 潇潇 你不要冲动好吗 我帮你找叶一山 可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才能让叶一山去找你啊 我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我等着叶一山 他不来的话 我就跳下去 喂 喂 我在等什么 我在等叶一婷的电话 他现在到底怎样了 不管怎么说 他终究还是我的亲妹妹啊 我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 一婷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喂 许安 还没有一婷的消息吗 没有 你也在担心他 说不担心是假的 他还没有回家 我这里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但愿他不要再做出什么事情来吧 我这里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但愿他不要再做出什么事情来吧 你像我是妈妈 我是妈妈呀 到最后 居然还是变成这样 那是当初我死了 该有多好 要是当初没有发生车祸 那该有多好 为什么要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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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比叶一山早醒 为什么 妈 一山 你醒了吗 我是妈妈 妈 妈 不 不可能 妈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不可能的 妈 都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认错了我 你为什么要认错我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是你第一个 叫我叶一山的 妈 这将错就错的人生 你让我该怎么活下去 为什么 你为什么认错我 为什么 妈 一山 你在哪儿呢 妈妈好担心你啊 你快说 妈妈去接你 你在哪儿呢 不用了 不用了 妈 我挺好的 你不要来接我了 不好 霓珊 对不起 是妈妈不好 你那么难受 妈妈还骂你 妈妈动手打你是我的错 妈妈骂你也是我的错 我知道我错了 对不起你孩子 你在哪儿 你快说呀 妈 你不要说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是因为我自己不知悔改 都是因为我自己 我不会怪别人 你不要这么说 你这么说 妈妈心里会很难受的 你不要这么说 你快告诉我 你在哪儿啊 妈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但我本来想做您的好女儿 好好地孝顺 让你每天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但是 我尽力了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这都没关系 妈妈一直觉得很好 你是妈妈的好女儿 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好女儿 易珊 妈 那 那你要好好保重 喂 喂喂 她 她会不会做什么傻事 她会不会做什么傻事 她 姑姑 易婷 怎么了 怎么了 易珊来电话了 易珊好像要熏死的样子 不会吧 她告诉我说要我好好保重 又说她不是我好女儿 你说这不是做傻事是什么呀 她怎么了 人在哪里啊 我们报警吧 我不知道她什么都没说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啊 怎么办呀 易婷姐 别人 喂 易珊 益珊 你在哪儿啊 明昊 你还好吧 我谢谢你 还接我的电话 益珊 你为什么没有回娘家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去接你 明昊 你很担心我是吧 到了最后 我还是想跟你坦白 最后 你什么意思啊 益珊 你先别说 你先听我说吧 金明昊 其实我 我并不爱你 不 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爱过你 但是 从我们分开 然后又在一起 到我出车祸 到我醒来之后 可能就像你所说的一样 我只顾着 追求我自己事业上的成功 这一点 我知道是我错了 而且 我必须要道歉 是 明昊 到现在 我真的爱上你了 但是 我一直都忽略了家人对我的爱 还辜负了你的感情 可是我真的 不想失去你 我不想被你抛弃 我要做 你永远的爱丽丝 你最深爱的爱丽丝 是 一山 不说这些了 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吧 你告诉我 你在哪儿 我现在过去接你 不 对不起 明昊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知道我犯了那么多错 你不会原谅我的 明昊 但是我没办法 我必须要做 因为我真的很怕失去你 我不能失去你 所以明昊 我真的 要跟你说是抱歉 一山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哪儿 我现在马上过去 咱们两个面对面好好聊一聊 好吗 我非常担心你 担心我 是你们赶我出门 现在为什么要担心我 你们是不是 看到我死了之后 你们才会感到内疚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 我就是死了 我也不会怪你们的 一山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那么爱的叶一山 我那么想当你爱的叶一山 但是最后 我还是失败了 对不起 我应该更努力做好 我就应该要努力一点 但是 我真的努力过的 这是我做得不够完美 明昊 你忘了吧 忘了以前的一切 你肯定会幸福的 一山 你不要发电话好吗 我求你了 一山 一山 你 你别做傻事啊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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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 要抛弃我了吗 我不认输 能 一定 会做到 最好的自己 我要实现自己的 梦想 但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我 清明眼 打来得正好 你是其中一个要逼死我的人 姐 益山 你 你在哪儿呢 喂 益山 你在听吗 我在听 益山 韩笑笑好像要自杀 他现在在找你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需要你 笑笑 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找你 他要跟你说话 我不要输 我跟谁也不要输 我不要输 当时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你知道吗 你自己有多幸运 过着多好的生活 你只要手指动一下 就什么都有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你面前 我爸 我爸 爸还有妈 一早把你安排好 把所有最好最好的东西 事业 家庭 什么都给了你 但是我呢 我无论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努力 我都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这一切 都是你所拥有的 我根本什么都没有 叶一山 你说什么呢 你不是有名号吗 他是你的丈夫 他的就是你的 我没有任何人 我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全部都不是我的 所有都是安排好的 都是属于你们的 不是我的 是我太傻 我一直想争取得到 谁知道到最后 失去的人 却是我 叶一山 如果不是你痴心妄想地 想掠夺一切 怎么会被赶出家门呢 明昊怎么会不要你呢 你到现在还不反省自己 你要被你的贪婪蒙蔽多久 我贪婪 我想要成功 为什么我什么都得不到 好了好了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些 明昊会给你解决一切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去救韩笑笑 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拦他 韩笑笑要自杀 笑笑 她要自杀 所以我求你了 如果你不去见她 我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 她现在只想见你 我不想见谁 我谁都不想见 难道你要看着 韩笑笑跳楼吗 走开 走开 依珊姐 救我 不要管我 我要去找依珊 我肯定是要去找依珊 你干啥 你有冷静啊 我不知道依珊在哪里 要不然报警吧 报警 不行 我一定要去 要不然我的依珊出事 我就活不下去了嘛 妈 姑姑说得对 你这样没有目的地去找 也是于事无补啊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你啊 她是你姐姐 她姑姑 不 你跟我一起去找 要不我到秦家去 我让他们一起去找 我要问他们 就算我们一身做错了事 至于把我们干出来吗 这不是要把人给逼死吗 用钱了不起啊 大嫂 你先冷静一点 冷静 冷静 不行 我去 我去找他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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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啊 怎么办哪 大嫂 走 管一山 一婷没去你那儿吧 她也没去路棚那儿 没有啊 我现在就在他们家门口呢 没有见到他们两个人回来 一婷又出什么事了 她给我妈打个电话了 她好像是想不开 许安 我到底该怎么办 她钱包里没有钱 卡也被停了 现在人又不知道在哪儿 你真的没有她的消息吗 你说她想不开 不管了 你现在出去找她 我也去 我们一定要找到她 一山 你别着急 你等着我 我跟你一起去 好 喂 您好 一山还没回来呢 怎么了姐 我都要疯了 韩笑笑和一山好像都要自杀 怎么办哪 什么 都要自杀 你跟一山通了电话了吗 她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但是她说她会出现的 一山 现在除了你谁都拦不住的 韩笑笑和你联络不上 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 袁一山 你快打个电话给她 不管怎么样劝劝她 喂 是我 叶一山 叶一山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韩笑笑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快说吧 叶一山 我的一切都因为你失去了 我的事业 爱情 孩子 你还在这里问我为什么 你也是 心灰意冷了吗 你觉得 没有一个人 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是吧 叶一山 你真了解我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意思啊 真的吗 你真这么想吗 是 活着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 意义 意义 活着对你 对我来说 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爱情 名誉 家庭 我都没有 你知道吗 他们都不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是 你胡说 你拥有一切 怎么会体会到我的痛苦 那只是你看到的表面 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你的痛苦比起我的痛苦 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你竟然跟我说这些 你以为我不敢死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叶一山 你给我等着 我 有什么事吗 我们医生还没回来吗 他没回家吗 怎么你们跟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们医生要自杀 他要自杀 你们知道吗 我告诉你们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跟你们没问 亲家母 你别急 他 他 他为什么要自杀 医生来电话 他说 他说这一切都结束了 都是他的错 他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快呀 赶紧找到医山呀 他一个人在外面 虽是对我可能做啥事的 你镇静一点 亲家母 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样 你应该最清楚 齐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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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医生还给我啊 你把医生还给我啊 齐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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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给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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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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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说 你胡说 你拥有一切 怎么会体会到我的痛苦 你以为我不敢死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叶医生 你给我等着 失去一切 我们 其实是同病相应 就没有形容 受伤口 快点接电话 潇潇 快点接啊 潇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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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